11月18日 一周前11月10日才过了51岁生日的周慧敏受邀出席活动 只见他身穿紫色仗衣搭配紫色西裤 一身紫色的装扮令其高贵点耀的气质凸显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即将步入老年人行列的周慧敏 却有着少女般白嫩的肌肤 脸蛋看上去十分饱满富有光泽 难怪港媒时常劝他未动名美女 看见这一幕的记者 极为官路人根本坐不住 纷纷上前拍照 似乎都想沾染这位女章媒人的仙气 连主持人也被此发热闹氛围所感染 介绍周慧敏时难掩激动 把声音博高了好几度 不过周慧敏毕竟年过半百 活了五十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 面对极其兴奋的众人 并未紧张和怯场 以及稳重端庄的与主持人互动 显得异常随和与亲切 现场周慧敏感谢了活动主办方 以及前来捧场的众人 并表示三十周年巡回演唱会 将在今年最后一个月份举行 有趣的是为了给听众粉丝一个不一样的演唱会 周慧敏许诺会以美少女展示的装扮现身 十分有心 我们知道周慧敏今年2018年已成功举办好些场歌唱了 只不过每场演出的顺利进行 都引来歌迷们巨大的热议 大家除了讨论周慧敏仍旧甜美温柔的歌声外 启动林友书的不老容颜 仍是大家津津乐的颇质羡慕色彩的焦点 五十一岁年纪肌肤却白嫩到发光 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 称赞周慧敏是子一天使 不容颜不老 但也有网友认为周慧敏不如二十岁是好看 诞生在气质主缘 仍是美人一枚 字里行间都是对周慧敏容颜的肯定 另外 当活动结结尾胜时 周慧敏罕见提及老公迷诊 表情立马就变了 面露微笑还显得有些娇羞 称称明年2019年5月会与老公前往国外待一段时间 只不过具体做什么 周慧敏并未透露 估计两人是准备到国外享受二人世界 因为这完全符合周慧敏的性子 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周慧敏就输货 表示自己喜欢四处旅游周游世界 如此看来 你正私下里十分在意妻子的想法 难怪夫妻俩结婚十年始终恩爱如初